不管做什么事我常常讲 要有耐心 要有耐心 大厨私房料理 皮蛋素菜粥 香鸡饭代替生米 缩短烹煮时间 皮蛋要好剥好切不粘手 先用热水煮滚 再捞起放冰水冰镇 过冷水 高丽菜切碎末 撒盐出水后沥干 一半用果汁机打成泥 增加粥的粘稠度 混沌皮切长条油炸 代替油条 这时胡椒粉叠急着放 胡椒粉是最后的时候 才要放进去的 这样子 不会把其他的菜 本身的香气给它抢走 看到没有 酥锅贴从擀面皮开始浇起 多种材料拌成的馅料 力求干爽 而想要煎出酥脆的表皮 慈激志工万经历毫不藏私 一般外坊间传说都是要用面糊 但是我是教他们说 就像天理上花一样 撒一点面粉在上面 然后这个树锅贴煎出来 又脆又好吃 料理要好吃 用心都在细节里 慈激在美国呈现一连五年 新素食仪烹饪课 我在这里上课已经有三年了 这三年当中我学到很多 很精华的那个素食的烹饪 讲师清囊相授 让学员把蔬食好滋味 带回自家餐桌 大爱新闻 真上美志工林芳一叶靖红 美国报道